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字根 这个字根是什么呢 这个字根是log 和logue 它有两个变形 我们可以先看记忆救星是什么 很常见的dialog 这字意思是什么 是对话 很明显的 对话是不是跟什么 讲话有关 我们都知道dia是什么 through through有一个意思就是说 借着 透过 through speak 透过讲话 其实是不是就是对话 你透过真的讲话 比如说这两个人在讲话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对话意思 speak word 就是这个字的解释 说写这是一体的 你说出来的话就可以写下来 你写下来的话你也可以再说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说 游记 travelog 比如说你 出去玩游世界的一个月 你把你去哪里都记下来 你可以跟人家说 你也可以把它都写下来 所以travel是 就是旅游 他这边 L重复了 所以他只有用一个 这没有关系 那就是等于说 旅游写下来的东西 写下旅游 的经过 这是邮寄 epilog 尾声中曲 这是什么 epi 是 upon 加上去 结束了以后 又加上去一段 我再说一些什么 加上去的那一句 或者说一本书 他这本书已经写完了 就是后继 就是说我最后再加上一个 就是说类似结论 或是说 最后的感想 所以是什么 加上去的 word或speak 这就是什么 epilog eulogy you 就是我们知道很好玩 you就是you 就是好的 所以好 说好的 那是什么 宋词 就是 讲的都是讲一些好的 monolog mono 是one 就是单独的 还记得就是这个字首有什么 monopoly 就是大富翁 大富翁最主要是什么 你一个人 一个 就是把所有人其他人的钱都移过来 所以mono有什么one的意思 一个人在说话 那就是就变成什么 独白 独角戏 白就是你的口白 是不是讲出来的话 独就是前面one 所以你看是不是什么 独白是完完全全翻的这个意思 one speak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谢谢大家